从迪化街往南走 这里就是西门町 听名字知道这是一个日本名字 在清朝的时候输了甲午战争 被迫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2024年的春天 大陆人的我终于踏上这片无比熟悉 又陌生的土地 台湾 这里保留了许多我们的过去 也意识着许多我们的未来 欢迎回到阿科在路上的频道 我现在准备离开印尼前往台湾 说起台湾 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有着浓厚的衣笔 我是看着琼游阿姨的 琴森森营萌黄猪格格长大的 青年时候又是看着偶像剧 流星花园 心衣草 听着周传雄 我们周杰伦张蕴妹的歌 多么美好的年代正处在改革开放 我是1987年出生的 这年又正好是台湾的解除戒缘 像花一样的年代 百花齐放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中华版的文艺复兴 收拾一下出去吧 我已经太激动了 在出发之前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台湾 我没让你失望 台湾 由欧亚大陆板块 冲绳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挤压而隆起的岛屿 地貌生态丰富多元 并积3.6万平方公里 人口2300万 其中700万基住在台北的都会圈 在5万年前也有人类基住 从宋朝开始便有汉人在澎湖群岛开墾 经历了河西、明镇、清朝、日本时期 再到国民党退守台湾 所以其饮食文化融合了原住民 荷兰、西班牙、清朝的闽南客家文化 日本料理及国民党带来的大陆各省饮食文化 而形成的独特美食 台菜 现在已经四华入境桃园机场了 准备前往台北 台北也是台湾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中心 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都生活在台北都市圈 那么我们上无人机 台北在河西和明镇时期还是一个小渔村 直到1876年清朝成立台北府 台湾的重心才从台南慢慢转移到台北 现今已发展成2457平方公里 人口700万的超级都市 成为台湾的金融、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中心 台湾这边的旅游做得很好 一进来就可以去抽奖 就是给大家有一个参与感 帅哥想问一下 这边的中奖概率高不高的 实际概率我们不知道 但是大概10个抽奖有2-3年 哦 这样子的 哦 好 谢谢 谢谢 运气不太好 没有中奖 听说最高的是可以中5000块钱的路由卡 正当是香港的巴达通 可以坐车 也可以在旭边店消费的 没办法 只能在这边取钱 这里也是可以用银盐取钱的 我取了2万台币 扣了4600 然后再加58块钱的手续费 这边的面值是一张就有1000了 面值非常的大 柜台这里就是可以办电话卡的 15天的价格是700台币 然后不限流量的 这是4级卡 5级卡的话就贵很多 在这里可以坐机场快线去市中心 可以看到这边是非常便捷的 有中文英语 日语 韩语 哇 好了 中文英语啊 西班牙语都有啊 还有印度尼西亚语 给大家尝试一下 到台北站是要150台币 和深圳的地铁票差不多啊 不过它是紫色的 深圳的是绿色的 进到台北站出地铁了 这里是他们的国立台湾博物馆 乘坐台湾的公共系统给我感觉 他们是非常的注重细节的 包括我那个车厢呢 是有那个极旧的ABE 还有无线的充电的 还有免费的WiFi等等 非常多的细节 现在把行李放下来 来当地的一个市场观一下 像这边的价格是按一把一把 卖的是一包卖的 像这个一把的 这是芹菜吧 这个是25 然后这个香菜是20 这个是龙西菜 25一把 圣泥果也就是小的番茄 像这种是61盒 像这边是81盒 152盒 这个要粘芥末 哦这个要粘芥末 这个就是那个 私木鱼肚汤 哦哦 私木鱼肚汤 对 然后这个是卤幼饭 哇真的非常的有市井氛围啊 非常的感谢老师要带我来吃这个 有同事也会来嘛 对 谢谢谢谢谢谢 来台湾呢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边的卤肉饭 先试一下 这个卤肉饭非常的入味 而且肥而不腻的 像台湾这边的早餐 它也是会喝这鱼汤的吗 嗯 不一定 看习惯 看习惯哦 通常是 做粗活的 比较会这样吃 来这边的私木鱼 这家私木鱼做的还是不错 而且它是没有泥土味道 它也没有腥味的 吃来就跟吃海鲜差不多 它又也是很结实 但是它就是吃多了一点点 尝一口它的汤 这个汤是加了那个姜丝 哇也是很鲜的这个汤 这里呢就是台北的公交车站 上车 在台北的公共系统是非常的便捷的 可以做他们的捷运啊 还有这些大巴车 都可以用这个悠游卡 这边当次做大巴车的话 这个是15台币 它是上车要刷一下卡 然后这边下车也要刷一下卡 可以看到它的设计有很多的细节啊 包括那里呢是可以给轮椅的人使用的 然后这边是大门口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紧急出口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是台北的老区 也是曾经的市中心啊 这条街呢就是迪化街 可以看到他们的门面啊 好像清朝时候的那些阳楼啊 没错啊 在清朝时候的这边已经是三股营集了 当时呢主要经营的是像稻米啊 蟑螂啊 还有茶叶的贸易 当时的佛姆萨茶叶远消美国 迪化街初见一闲丰连间 台北中央的南北货 茶叶中央茶叶及不匹的几上地 也是大道城地区最重要的世界 与南边的蒙甲地区 非常的香酥 还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 哇这个料很足啊 而且很暖暖的 刚好现在的温度呢 是在20度左右 刚好啊 而且它吃起来不是那种很甜的 是带着一点点中药草的味道 非常的舒服喝这个 还有绿豆红豆 再放了一点花生米在里面 口感层次非常的饱满丰富 刚刚那个美女呢一天是工作9个小时啊 在台湾呢最低的时薪是183台币 最低的月薪好像是27400多吧 接近6000多是最低的薪资啊 当然它平均薪资是不止的 在迪化街旁边的这座城王庙是非常的有名的 最灵验呢就是他们的月老啦 随随随随可以看到好多的单身美女在这边求姻缘的 这里呢就是永乐市场台北最早的布料批发市场 现在呢一楼呢就是小吃 然后二楼三楼就是卖布匹的 在八楼九楼呢就是戏院 可以看一楼的小吃店 好火爆哦生意 我就不排队了 给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吃的 实在太火爆了 所以我就买了拿出来外面吃 这个萝卜糕呢原味的是150 我这个是加了干贝的话是220台币 尝一口 嗯味道不错啊 里面那个料很足 但是可能有点冷啊 那我去加热蟹才好吃 但真的很实在啊 里面全部是料 二楼就是卖布匹匹发的啦 可以看到也可以散卖的啊 哇这是以前最古老的一个市场了 在台湾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可以看到他们的路名 有这个南京路 刚才过的时候有看到有零夏路 还有长安路还有重庆路等等 在大陆的各个城市的地名 都拿来做他们的路名啊 从迪化街往河边走有一个盐平公园 是他们的市民公园吧 非常的邻近安静舒适啊 走到了河边 这里呢就是他们的淡水河 也是北台湾的母亲河 那边是有出海口的 其实说起台北啊 在河南跟郑城公时期的时候 它的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 不是在台北的 是在台南的 到了清朝 全慢慢有人来到了这边来开墾 种水稻啊 茶叶啊 然后还建了一个台北城 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 全慢慢的转移到了这边 然后当时的货物啊 就是在前面那个大道城 码头 进往世界各地的 所以说这个区域 也是当时的山叶区 非常的繁华 从迪化街 一路慢慢的延伸到 南边的 孟甲 龙山寺那一块 都是山谷云集的 从迪化街呢 往南走 这里呢就是西门町 听名字知道啊 这是一个日本名字啊 在清朝时候呢 输了甲午战争 被迫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当时的日本呢 继续是延续了 台北作为台湾的政治中心 在日记时期啊 为了效仿东京的前草区 在这边规划了一个休闲娱乐区 西门町 在这里呢就修建了台湾的第一座戏宴 东京堂在1908年又修建了第一座大型的山场 八角堂 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你把他的那个头摇掉 然后摇一摇 摇到你感觉没味道了 你就再把他渣渣哭掉 哦 OK 好 然后你那个汁 如果 呃 可以吞下去啦 对 但是看你要不要吞 哦 第一次最好就不要吞了 对哦 嗯 因为你没吃过 对没吃过 因为你会发热 哦这样子的 因为你没吃过 来到台湾整风能不是他们的冰篮 我买的最少的分量 一共有6颗 价格那是50台币 给大家尝一下吧 说这个白色头下先咬掉 哦 吃起来非常的适啊 然后舌头呢有一点点麻麻的 呃 大家最好还是不要尝试啊 反正我是吃不习惯 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它的回味啊 它的味道呢 那个感觉有点像在嗑瓜子那种味道 从西门町往南走 就来到了港昭街的蒙角龙山市 它呢也是泉州三亿人的信仰中心 当时的泉州三亿人来到这里啊 就是从事跟茶叶 藤条相关的呃贸易工作的 呃 插个举外话 这里好多的战阶劳宝啊 提起蒙甲大家联想到了应该就是同名的台剧 讲的是台湾的江湖 古惑仔啊 其实啊 早在清朝的时候 泉州的三亿人呢 就在这边组织过几次 金色化的行众 呃和张州人的战争啊 所以说呃 在当时的寺庙就不是单纯的拜佛的地方 还是有些金色环礼政治的用途在的 我忙让前行 昂夜的路上 火烂 尾封 自动着灵魂 找不到灵 开的方 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 周楚除伤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有一幕 陈三桂在关帝军面前来担卜 问要不要去治守 结果九次都是圣碑 用了就是这个了 这应该叫做治教吧 其实就是道教里面的问卦 治教 当地人称之为教碑 是闽南文化中信仰道教的延伸 人们心有疑惑之事 拿不定主义时 通常通过交碑的方式 来请神明指点迷经 在治教前 要先向神灵说明自己的姓名 岁数 生日 户籍弟子 献祭住址和寝室之事 在治教 其挂项 一阴一阳为圣碑 表明神明允许同意 两阳面为笑碑 表明神明一笑不解 两阴面为怒碑 表明神明否定 愤怒 去不去印度 去不去印度 圣碑 两次圣碑了 三次圣碑 在LBRB订了一间民宿 这边要签合同的 这边价格是190人民币 一个晚上 就这么小的一间房子 一个公用的厨房 然后这边是公用的卫生间 还有洗衣机 来到台湾 怎么能错过台湾的夜市 我现在就来到了临江街的观光夜市 来这边逛吃逛吃 非常多的美食 这里有猪血肠 还有幼加馍 还有排骨酥 还有山东鸭头 可以听到 价格都是50 这边不只是吃的 还有很多的商品 就是比较平价的商品 这是十字路口 卖的最好了 就是臭豆腐了 这边还有好多别的吃的 整个夜市 它是不单只是台湾的美食 是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都融合在一起了 这边看到有一家 还很长的队 过来试一下 一个盐水机 这边点灯也是自助的 好像老广州的点灯方式 我点了半只盐水机 还有米雪糕 还有苦瓜 那个盐水机已经点好灯了 但是要排队很长时间 先来这边点点别的吃的 填饱肚子先 这边有一个深夜食堂 都是一样的 跟广州一样的 都是这样子点灯的 价格也好实惠 像卤肉饭才40 便当的话才120 大部分都是在80左右 扫一下嘛就知道到几号了 现在是277 我的是295号 还要等 百块钱的卤肉便当 这就是卤肉饭 然后我配了三个菜 好划算 还有一份拌鱼皮 价格是60台币 鱼皮 是甜辣的口感的 吃起来很爽口 我感觉我已经吃不下了 等一下还有那么大一份盐水机 我的盐水机已经拿到了 先尝一块鸡肉 它这鸡肉是有嚼劲的 但又不会粘腰 皮呢又是脆脆的 也不会太咸 这个是米雪糕 其实整个台湾的食物的口感 都不会太重 而且很贴心哦 里面一块骨头都没有 它全部都去掉了 所以吃起来也很方便 而且它的鸡皮做得很好啊 它不会吃起来觉得腻的 而且呢是那种Q糖的 爽口的 就好像在吃鱼皮一样的 好神